下午好 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外交部旅行记者会 的确有个别的媒体在中国的问题上 对中国进行了非常不公正的报道 不仅是片面 甚至有的时候他们是编造一些新闻 那么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跟美国或者他的几个盟友的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 那我无从知道 但是在整个的美国政府发动的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的这场攻击当中 毫无疑问有个别的西方的媒体扮演了极不光彩的作用 我们也注意到外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角度越来越多 也有很多的对中国愿意来真诚客观了解中国的记者 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但是的确也有个别的媒体散布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虚假的报道 如果凭着良心说话 他们应该扪心自问 他们对不对得起中国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他们对不对得起那些新疆的各族人民群众 他们这么昧着良心去炮制假新闻抹黑中国 他们难道良心上真能安心吗 他们难道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吗 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继续为外国媒体在中国采访工作来提供便利 也愿意尽我们所能为大家提供更多的采访机会 所以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来找我和找我的同事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